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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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好 他老母亲在家 我去找官 我就担负起 找不到母亲的义务 起人性小 是来念 有钱 然后他再说了 你不是亲生啊 胜是亲生 你辛苦 找回这么多念 我也没啥给你的 你看你好熟悉 你这东西 直接的话 你就拿走吧 哎呦 你看 这差不多 这个好东西 我就拿回家了 这罗子是妈 转眼说了说 好像你们刚才两个在打赌 那么我刚听清他说了 他说是新的 那你说是什么时期的 估计应该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那种蒙古建筑的感觉 至于他这么亮 跟他的那个 就是埋藏地点 或者保存地点 是有直接的关系 有些地方潮湿 比如那个受到地下水的侵蚀 那么呢 他可能返迁会严重 但是有些地方 比较干燥 特别是在我们国家西北地区 那么有很多东西 出来之后都跟新的一样 所以看东西呢 还要积累更多的经验 但是 说实在了 绿油淘气吧 到元代已经是他的衰落气了 所以呢 他呢 就不作为真品 那个就真西的真 不是真假的真 登上珍宝台了 但是呢 他还是有很高的收藏价值的 他还是有很高的收藏价值的 他还是有很高的收藏价值的